我就是我被诅咒了 你们还说我有心理阴影 算成真正 我都已经告白了三十一次了 完了 没了 对了 你白天把笔本 拉到会议室了 放回你包了 这么复古的笔记本 谁的 下次被好再买 是她的 喂 萨萨 你看到我的那个日记本了吗 日记本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连博客也不写了 朋友圈也仅限三天了 这位少女 完了完了 她这下真的内忧外患了 你还有心思写日记 不过 你先跟我说说你那本人记搞定了吗 没搞定 怎么办呀 这么多钱我该怎么还呀 怕啥 我借你 那我不还是早晚得还你吗 对了 你上次在Lucy那边工作 尾款节了吗 对啊 我还有尾款呢 啊 果然不能偷看别人的日记 看别人东西的确不太好 完了 差点忘了楼下的 看别人的东西的确不太好 但这书是我捡回来的 我总得确认施主是谁吧 不过 这么早他应该不会休息玩 这么闲玩 我已经把这楼器放在购物车里了 希望不会有付款的那天 好 我不看 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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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看 放哪儿来着 就一言 真的失恋三十次啊 真的失恋三十次啊 这就是我要找的故事啊 真的失恋三十次啊 真的失恋三十次啊 喂 喂 阿震 你帮我个忙 帮我找一些人 对 想什么呢 是他欠你为款 要钱天经地义 进去 我也支持你去要 但是还是你自己考虑 有可能会碰到王特 怕什么呀 你是来要钱的 又不是来找他的 话是这么说的 但是尴尬 那些女的又会交涉跟打 连车都撞了 我还怕撞见王特吗 我还怕撞见王特 你说丁小柔怎么又来了 来要钱的 他的尾款好像还没有结清 要我说算了吧 他怎么可能会算了呢 秦叔的事情 我再次道歉 但是一码归一码 工作上我付出的劳动所得 就应该给我结清尾款 你知道吗 昨天晚上我本来可以 舒舒服服地做个SPA 做个美甲 结果一样没做成 心情还极度糟糕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老板知道了秦叔的事情 打电话训了我一顿 我说你这个临时工 还真的挺厉害的 别的报道都是说临时工替领导背黑锅 怎么到了你这儿 我成了你的替罪羊了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我说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到底怎么了 做错了事觉得一句对不起就可以了事了 那你的行为对公司造成损失怎么算 做错了事情 做错了事情 就是要付出代价才会吸取教训 我看你的尾款就当做是罚款吧 至于后续能不能长期合作 再看你后续的表现吧 不打扰 不是故隽的当事 对不起